有关林志坚论文 今天遭到双杀仪式 本办公室有三点说明 第一点是有关林志坚 仍然矢口否认自己抄袭 一再的说谎 那么这个郑运鹏市长参选人 难道至今还要为他圆谎吗 或许我们知道 这个郑运鹏在七月的时候 两度开记者会 为林志坚的论文来背书 至今在这个论文案双叉出来之后 他的回应仍然是支持林志坚 来争取自己的清白 难道郑运鹏到现在还认为 这个林志坚的论文是原创的吗 难道过去的谎言还不够吗 因此我们呼吁郑运鹏市长参选人 应该要迷途直白 不要再为了自己的选举利益 而这样子的完全盲目的来立定 第二点是我们要肯定中华大学 他们仍然是坚持了学术的一个价值 并且在论文的这件事情上面 撇开了政治的干扰 做出了正确的一个判断 但是他们的中华大学前董事长 李延贵小姐过去对台湾民众党 以及赖湘林委员提告 希望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之后 他同样要知错能感向外公开来道歉 并且不要再浪费私房资源 那有关于第三点 则是要质疑张善政先生 过去在中华大学担任讲座教授 那么过去呢 在临时的事情上面呢 他多日都沉默 然后呢 并没有因着这个坚持学术的一个价值 出来严厉的来谴责抄袭 那我们不禁要怀疑 张善政先生是否跟中华大学之间 有利益的纠葛 那么我们要选出来的一个市长 是不敢讲真话的市长吗 我们还是希望张善政先生 可以明确地来表态 对外来说明 有关于此事 大家对他的疑虑